这次我们来学习极限,无穷等比数列的极限 日文读作,我跟头黑色列斯诺可贵 首先我们来看无穷等比数列的定义 无穷等比数列就是像可以无穷持续下去的等比数列 例如首项为3,公比为3的无穷等比数列3的n次方 可以看第一项是3,第二项乘3得9,第三项27,第四项81,第五项243 一直到7,8,9一直可以持续下去 这就是一个无穷等比数列 接下来我们分情况讨论它的公比 当r大于1时,n去无穷时r的n次方等于无穷 所以数列是向正无穷发散 例如首项为4,公比为4的无穷等比数列4的n次方的极限 因为r等于4,4大于1 所以limitn去无穷,4的n次方,它就等于无穷 所以它是向正无穷发散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,r公比等于1时 limitn去无穷,r的n次方等于1,所以它是收敛 例如首项为1,公比为1的无穷等比数列1的n次方的极限 因为r等于1,1等于1 所以limitn去无穷时,1的n次方就等于1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,r的绝对值小于1时 也就是它从-1到1 这个时候n去无穷时,r的n次方它是趋于0的 所以它是收敛的 例如首项1分2,公比1分2的无穷等比数列1分2的n次方,它的极限 因为r等于1分2,1分2的绝对值小于1 所以limitn去无穷,1分2的n次方,它就等于0 它是收敛的 我们再来看第四种情况,r小于等于-1时 r小于等于-1时,它的极限不存在,因为它是震荡的 我们来看例子,首项-2,公比为-2的无穷等比数列-2的n次方的极限 因为r等于-2,-2小于等于-1,所以它的极限不存在,震荡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练习,按下暂停键,做一下练习 做好之后,再继续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因为公比r等于1分3,1分3的绝对值小于1的 所以limitn去无穷,1分3的n次方,它是等于0的,是收敛的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所学 先看无穷等比数列的定义 像可以无穷持续下去的等比数列,就是无穷等比数列 例如首项为3,公比为3的无穷等比数列,3的n次方 接下来我们分情况讨论它的公比,公比大于1时,它向正无穷发散 例如4的n次方的极限,4大于1,所以limitn去无穷4的n次方,象正无穷发散 公比r等于1时,它是收敛的 我们来看,首项为1,公比为1的无穷等比数列,1的n次方的极限 因r等于1,1等于1,所以limitn去无穷,1的n次方也等于1 再来看,公比的绝对值小1,也就是公比从负1到1之间时 它是收敛的,因为limitn去无穷2的n次方等于0 我们来看,首项1公比1的无穷等比数列,1的n次方的极限 因公比r等于1,所以1的绝对值小1的 所以limitn去无穷,1的n次方等于0 再来看最后一种情况,r小于等于-1时 它的极限不存在,因为是震荡 我们来看,首项-2公比-2的无穷等比数列,-2的n次方的极限 因为r等于-2,-2小于等于-1的,所以它的极限不存在,因为震荡 这次的学习到此结束 我们来看,首项-2公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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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